我有一個小竹鋪滿 獨自圓固固 卻不愛吃飯 小竹鋪滿陪我走伴 心中的願望 交給他來伴 我真的覺得瓜瓜很好笑 你們還記得他上次講的笑話嗎 一到八 誰最容易被遺忘的 就是你 忘記吧 不是啦 是那個想不到的 對啊 想不到吧 我真的覺得瓜哥 是我們全包的開心果 真的嗎 真的嗎 太遲了 對啊 看一下 阿妮 你怎麼了 怎麼看起來這麼喘啊 對啊 你不是去打球嗎 怎麼你一個人回來 還有你身上的熱氣一直散發出來 該不會你們又吵架了吧 沒有… 香香… 借我一百塊錢 一百塊喔 對 等一下喔 謝謝… 不對啊 阿妮 你又跟我借錢了 對耶 你上一次跟香香借的兩百塊 到現在也都還沒有還耶 對啊 香香都不好意思跟你拿了 還有阿妮 我借你的故事書 你說好要還我 到底在哪裡 我明天就還你嘛好不好 你現在可以先還 我明天就還你 這不是重點啊 快點很急啊 快點借我一百塊錢 香香 快 阿妮 不是我不借你錢啊 是上一次你又沒有還我錢 這次我哪敢再借你啊 你不是跟大樹 太太 瓜瓜 是好朋友嗎 就是因為我們四個人 大樹 太太 瓜瓜 阿妮 我們是好朋友啊 我們打球的時候就說好啊 輸的人要請對方 喝飲料 該不會 你輸了吧 對啊 我就輸了嘛 我想到我會贏啊 沒想到 大樹還滿厲害的 瓜瓜也不錯 太太更強 我就輸了啊 我就到福利社要去買飲料 結果你們猜怎麼著 口袋剩下 二十塊是買什麼 天啊 我的天啊 阿妮 你好丟臉喔 剩二十塊你幹嘛 還跟人家打賭啊 不要說這個 快點借我錢啦 一百塊就好了 快點 快點 你給我一百塊 三分錢 三分錢 一千二十 第一 請住 來 快點 好喜歡跟你們一起運動喔 而且呢 運動完 一想到可以喝飲料 能補充我們的電解質 就太開心了 對 阿寧 你看我的舌頭 還我的嘴巴 口乾舌燥的 飲料趕快拿來 對啊 阿寧 我們剛剛在操場等於好久了 你把飲料放在哪裡啊 對啊 飲料呢 飲料呢 哪裡啊 你怎麼還 兩手空空 但是面帶笑容 你們不用看了啦 阿寧她身上根本沒錢 沒錢 沒錢 阿寧 剛剛是你自己提議說 打籃球輸的人就要請喝飲料 你現在兩手空空還面帶什麼笑容 你明明就是沒有錢 買飲料給我們喝嘛 對 我剛剛很認真打球 我就為了要迎你喝那杯飲料 而且你都忘記了嗎 呱呱她如果沒有喝到飲料 她就會肚子餓 如果她肚子餓 她就會瘦下來 她如果瘦起來 然後媽媽就會哭 如果我哭了 我就想要吃東西 對 可是我告訴你的 因為我剛剛沒有補同學 但我現在沒有眼淚啦 阿寧趕快把飲料拿出來耶 但是 我不是沒有錢啦 是錢不夠啦 剩下二十塊錢 那不然這樣好了 各位同學 我們是不是好朋友 是啊 我們是好兄弟對不對 對 要互相幫忙對不對 對 台台 借我錢 好 謝謝 等一下 我覺得有一點點地方怪怪的 你們仔細想一想喔 我現在借你錢 然後你現在拿我現在借你的錢 去買你現在應該要買飲料 請我們喝 這聽起來怪怪的 不會 你再聽我講一次喔 我現在拿你借我的錢 我在拿我現在跟你借的錢 去買大國要請大家喝的飲料 有了飲料之後 你們就可以有人可以喝水 有人可以喝運動飲料 這樣大家就有飲料可以喝啦 對啊 這個邏輯對 這個邏輯對 台台 你現在把錢借給她 現在阿寧她就去買飲料 現在我們就飲料可以喝啦 對 可是我怎麼聽起來 這個邏輯有點怪怪的 不會 你現在覺得怪怪 你明天就會覺得正常了 台台 你是對的 這邏輯的確怪怪的 阿寧 你不要再一直跟人家借錢了 台台 我告訴你 她還沒還箱箱錢 也沒有還我故事書 對啊 阿寧借錢不還 她剛剛還想跟我借一百塊 就是說 我哪有不還 我只是 阿寧 我好像也想起來了 我的漫畫書 你還沒有還我 我還我還了 那個十一集的大結局的書 我還給你了 你忘記了 對 這本書有還 對 台台她有還你那是第十一集 我可以作證 對 但是她那個變形戰士 她借了沒有還 因為你說借完她之後要借我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所以代表你還沒有還我 那本很好看 我看了三遍好精彩 為什麼你可以看三遍 我放我家很久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聞到 我明天就還給你對不對 那你現在先借我錢 就可以買飲料 你現在還我輸 就借你錢 你先借我錢 我明天都還給你輸 你還輸才借錢 你借錢買飲料 沒關係 你借給她 然後我們去買飲料之後 明天她就把漫畫書帶來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看漫畫書 又可以喝飲料 而且她剛剛借了一百塊 又借了一百塊 借了兩百塊 我們就可以喝很多飲料 然後回到你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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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上課了啦 還是沒有喝到飲料啊 好渴喔 我不會上課了啦 我等一下這麼專心上課 好渴喔 你們早點見我 為什麼不會這樣子 同學們上課囉 起立 立正敬禮 老師好 同學們好 都坐下來 來 那現在 把作業布放到桌子上 老師等一下要檢查喔 好 好 作業 沈沈 老師說什麼作業啊 昨天老師 沒有說要寫作業啊 老師昨天沒有說 那是老師前天有說 今天的作業要交 前天 藍梅我昨天才提醒你啊 你最近記性怎麼會那麼差 什麼都忘記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知道了 那個 太太 阿寧 你們兩個是不是跟我一樣 沒有帶作業啊 我們 有帶喔 因為我們會跟你一樣 忘記帶作業 對 對啊 怎麼辦 今天是誰沒有帶作業布啊 藍梅 藍梅 你最近怎麼老師忘都忘心呢 老師對不起啦 我真的不小心忘記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明天一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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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會記得帶 老師昨天才又特別特別的提醒你 你這樣子說話不算話耶 對啊 老師會已經幫你念過它了 我昨天有提醒他喔 老師 像藍梅這種行為後 各位同學就叫做 你會胖喔 食言而肥 怎麼會 我也不是故意的 你們也是運氣好 剛好今天有帶而已吧 什麼運氣 什麼運氣 不可以這樣講喔 阿妮 你怎麼可以說別的同學不守信用啊 來 老師 阿妮跟我借錢他都不還我 阿妮 你自己也沒有守信用 還敢說藍梅 你這樣子借錢不還 以後同學怎麼信任你在借你錢呢 老師真的耶 像我今天要跟太太借 要跟藍梅借 跟甜甜借 他們都不想借我了 阿妮 你有沒有聽過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而且金錢這種東西 不能這樣子亂開玩笑 老師今天呢 要給大家看一部影片 看完影片之後呢 老師要聽聽看 每一位同學的想法喔 好 接下來就是最終魔王的關卡了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之前跟小婦借過幾顆魔刀石 沒還他應該不會在意吧 省點小錢好了 這樣可以買更好的裝備 反正以後有的是機會還啊 那我先到村莊去逛逛囉 OK 那你先去吧 拜拜 拜拜 哇 錢還是不夠耶 對了老闆 你們之前是不是有所謂的 勇者分歧付款專案啊 有啊 只要你符合勇者資格 依照不同的信用程度 會有不一樣的優惠喔 你如果是個信用良好的勇者 就可以先致富一半 等到之後打倒魔王 得到獎賞 再把剩下的錢結清 我想買這把小刀耶 不知道我符不符合的條件 喔 我可以幫你查查 老闆 如何啊 I'm sorry 阿幫先生 你因為先前有信用不良的紀錄 所以我們不能讓你分齊付款喔 什麼 怎麼可能 我可是真正的勇者耶 喔 很多人都自稱自己是真勇者啊 但不按約定還款的人多的是 紀錄上顯示 你曾經像金金借過手套不還 還有隔壁村的阿歐的水桶 成長的AKB48專輯 欸欸欸 但捏 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沒還 我都沒印象啊 難道都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可能 還是要一次父親才行喔 不然小富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錢啊 齁 你之前跟我借的魔刀石都不還 我怎麼可能借你錢啊 如果你又不還我怎麼辦啊 欸你很小氣耶 我又不是那種人 只是晚點還而已啊 欸欸大家不要這樣 有話好好說嘛 跟人家借東西 本來是因為緊急的時刻需要 所以大家願意來幫你 但當你有能力時 就應該趕緊還給人家 你這樣貪小便宜的心態 以後誰還敢幫你啊 雖然都只是小東西 但先前累積過多的不良信用 導致商家對你的不信任 任何優惠也不能用 多麼得不償失啊 啊 我不曉得心用對於一個勇者 這麼重要 是啊 身為一個勇者 就是要對自身行為負責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一樣 嗯 依我對阿邦的了解 他是個好孩子 我想他真的不是故意借東西不還 希望大家能夠再給他一次 改過自新的機會 好嗎 好啦 反正阿邦也常常幫我打掃庭院 其實我也不是真的很想跟他計較啦 他上次也幫我顧過小孩的啊 對不起各位 我回去就馬上還東西給你們 真的很對不起 阿邦沒事啦 真的 我相信你會改過自新的 大家 我 就這樣阿邦回去將自己的物品整理後 一一的還到每個人手中 欸小副 魔刀石還你 抱歉 拖了這麼久 阿邦 錢先借你啦 我身上還夠 小副 哎呦 你買小刀也是為了保衛村莊啊 你是真勇者 嗯 我打倒魔王以後 我一定會馬上把錢還給你 好 也不一定 就這樣 阿邦順利地向商人買到了屠龍小刀 有了這把神器 阿邦更輕易地就將魔王給打倒了 屠龍刀 阿邦 你的信用已經恢復正常囉 希望你可以繼續保持下去 是啊 我要朝真勇者之路邁進 老師 那個影片裡的阿邦 手上的屠龍小刀也太酷了吧 對 好酷喔 根本是太炫了 太太 我告訴你 他那個屠龍小刀 跟你姬阿琳那個變形戰士的武器 一樣好閃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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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個小竹鋪滿 獨自圓鼓鼓 卻不愛吃飯 小竹鋪滿 陪我走板 心中的願望 交給他來辦 某某理財教室 他那個屠龍小刀 跟你姬阿琳那個變形戰士的武器 一樣好閃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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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不是又放錯重點了啦 對啊 老師這個影片在講的是信用 難道你們看不出來嗎 沒錯 香香講到重點了 這個影片的重點 就是在講信用 特別是金錢這個東西 不能隨便亂開玩笑 要有借有還 老師 所以說像 阿寧這種人 到銀行借錢 銀行就一定不會借給他囉 喂 藍美 什麼叫像阿寧這種人啊 你自己演戲一樣好不好 這種人 你也不熟悉 沒有帶作業本啊 所以我們兩個應該是 誰跟你是同一國的 我才不會欠錢不還咧 我也才欠香香兩百塊錢而已 又不是不還 而且我們年紀這麼小 銀行哪會借錢給我們啊 阿寧 當然是等到等你長大了 有能力管理自己的金錢的時候 只要你有一次不好的紀錄 銀行要借你錢的話呢 都會非常嚴格的評估 可能不會借你喔 而且你這麼不熟信用 再來要辦信用卡 老師想應該也會 很有困難的 對嘛 等你長大你就知道 我就還沒有長大咩 我就說等你長大啦 我現在就還沒長大啊 你們都說等你長大 我就還沒有等 我就像現在還沒長大嘛 你就說等了 好了 好了 同學不要吵了 不然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自己都是一間銀行 比如說 呱呱銀行 如果有一天阿寧跟你借錢 然後不還你 你還會再借他嗎 我想像一下 呱呱銀行 借阿寧錢 我不還我 呱呱銀行 借阿寧錢 借阿寧錢 不還你 呱呱銀行 借阿寧錢 我不還你了 那呱呱銀行就會倒掉了 你叫我 我不借你錢了啦 老師 太太 如果是太太銀行的話 阿寧是我的好朋友 阿寧是我的好朋友 對 阿寧是我的好朋友 沒錯 可是我會借他 但是 阿寧都不還你錢 這樣子你的銀行怎麼辦 可能會倒閉 可是我好像有聽媽媽說 借錢都有利息 這樣阿寧就可以給我利息 這樣我就可以用 阿寧借的錢 升利息 我就越賺越多 阿寧 謝謝你 我們真的是好朋友 謝謝 謝謝 可是同學 阿寧可能連利息 都沒有辦法給你的話 阿寧 我不借你了 那我也不要開 我本來就不借你喔 阿寧 我真的很想跟你說 我們會想借你東西 那是因為我們信任你 把你當好朋友 可是你每次都說話不算話 這樣子以後 我們誰敢借你東西 你就會變成放羊的小孩 對啊 我們也不敢借了 好啦 阿寧也知道錯了 他就說他不是故意的 你們也不要一直這樣子 阿寧這種人 阿寧這種人 有時候阿寧這種人 也是很慷慨的 對啊 其實像阿寧這種人 他有時候也是很講義氣的 老師 像阿寧這種人 他有時候也會幫我搬東西 我也很謝謝他 對 像阿寧這種人 他平常都會說笑話 逗我們開心 所以大家不要再罵阿寧這種人了 對啊 像阿寧我這種人 真的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也謝謝大家包容我 謝謝你們 好啦 不然這樣子好了 老師來講一個小故事 是 曾子殺痣的故事 什麼意思 曾子 為什麼要殺水痣啊 水痣 他說什麼啊 我告訴你們喔 我媽媽說水痣很可怕 水痣的話 如果吸在你身上 他就會一直吸你的血 你不用說話 吸我的血 我就會越來越瘦 我越來越瘦的話 我媽媽就會很難過 我媽媽難過的話 我就會想哭 可是我想哭 哭不出來 因為我剛剛沒有喝到飲料 我現在沒有淚水 怎麼辦阿寧 不要哭就好啦 好恐怖 對耶 好簡單喔 同學 不要緊張啦 痣不是水痣 是 豬的意思 老師 老師 為什麼曾子 他要殺豬啊 好 好 這就是我們的故事囉 那你們準備好聽故事了嗎 準備好了 好 故事是這樣子的 有一天 曾子帶著他的妻子 還有他的兒子 到市集去逛逛 但是他們的兒子 一直在後面 嗚 嗚啊 嗚啊 的一直哭一直哭 這個時候 曾子的妻子 就趕快安撫他的小孩說 孩子啊 你不要哭 你不哭的話呢 我回去就為你殺一頭 豬 說完他們的小孩 就不哭囉 於是回到家 你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嗎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曾子就抓了一頭豬 準備要來宰囉 最近 這個時候曾子的妻子 急急忙忙地跑出來 然後說 等一下 我只是跟孩子開開玩笑 不要真的殺 豬啦 這個時候曾子很嚴肅地 跟他妻子說 我們是為人父母的 要說話算話守信用 要是我們說話不算話 孩子就不信任我們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 教育小孩呢 所以曾子就把豬給殺了 這聽起來很棒 只要我們平常都有 乖乖地聽爸爸媽媽的話 我們就有豬排可以吃了 真的 真的 就像瓜子我 最喜歡吃豬皮的QQ了 就像我這樣子 膠原蛋白好豐富 好Q彈 這一彈可過 很好 瓜瓜 太太 你們是不是又放錯重點了 哪有 我們很知道好不好 你不夠幽默喔 對啊 老師又要借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做人要守信用 沒有錯 這個故事就想告訴同學 我們做人要守信用 這樣子都知道了嗎 知道了 那阿妮 知道了嗎 老師 你幹嘛突然說我啊 這樣大家都在看我 好害羞喔 我知道了啦 好 老師只是想再提醒各位同學 我們同學之間呢 有困難可以互相幫忙 這樣很有同學愛 很棒 但是呢 金錢這種東西 我們一定要守信用 有借有還 再借不難 知道嗎 知道 我跟藍莓都已經 知道了 老師 都知道了就好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What a piggy bank Make a wish Tell me what you wa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Water piggy bank 隊池 Water piggy ban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